所以我們今天來介紹叫 燕麥牛奶粥 這裡面蛋白質就很夠 這叫牛奶 我們每天當牛奶這個是 你的身體除非你有 很嚴重的乳糖不耐症 牛奶就是很好一個 蛋白質的來源 我們中藝很強調這個黃色的食材 像這燕麥裡面它是五穀雜糧 它本身它可以益氣氧血 補腎 溫氧 那在黃色食材 我們可以選擇香蕉 香蕉是屬於碳水化合物 糖分的來源都是很好的 那我們食物不能只有選擇 黃色或白色 我們應該一些紅色的食材 或紫色的食材 這個屬於花青素 蘋果 葡萄 一些水果類 有的人會用鳳梨當早餐 那我們可以再加一個叫 剛才陳醫師有提到 Omega 3對不對 對 好的油 對 不飽和脂肪酸 Omega 3 這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我們的一些神經系統 我們的消化系統 都是很有幫助的 給我們能量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食材 水果類給它切丁 把這個其他的一些配料 把它倒在這個牛奶裡面 然後給它攪拌均勻 就可以來飲用了 這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早餐也好 然後晚上宵夜 點心 事實上都是它的熱量不高 可是營養價值很高 我覺得都很適合我們 這麼忙碌的上班族 給我們身體一些能量 給我們一些新陳代謝的來源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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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